軍機軍艦不斷的擾臺 是不是要大聲的抗議 我這一生捍衛中華民國 因為我從當警察那一天就沒有忘了出現 你跟我是不是也一樣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可以 但是你還是沒有回答我認題 如果中華人 槍刃那麼多就不在怕 怎麼會在怕什麼 我經常被槍抵著頭都不怕了 還怕誰啊 一起譴責中國的軍機軍艦老台好不好 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 譴責中國好不好 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好不好 譴責中國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 對侵犯中華民國的任何國家 都絕對不允許 對 中國對不對 任何一個國家 我已經經過這麼多的年代 經過這麼多的槍戰 看過這麼多的生死 你願意跟我一起這樣做嗎 你願意嗎 市長 你願意嗎 我問你你願意嗎 我後來不用擋兵 我願意 我今天擔任民意代表 你做過嗎 我後來不用擋兵 我今天擔任民意代表 你做過嗎 我都問你你做過嗎 因為我不是警察 你做過嗎 我後來不用擋兵 我不是警察 大家會說的很多 用行動表示 什麼叫我做過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也可以 我後來不用擋兵 只是沒有機會啊 蛤 你可以去管別人嗎 你怎麼會沒有機會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我 你一問一個 這個不用想的問題 我看你想了三秒鐘 但是因為你不用想我才會想 我在想說你大陸這個辦法 就看我問你說 你是不是中華民國新北市的議員 一樣的道理 我不用想我就說對 所以我剛剛問你說 你是中華民國新北市市長 你好像認了三秒鐘 我說奇怪怎麼有這麼簡單的答案 所以 所以你不是中國新北市的市長對不對 我們國家叫中華民國 對講得很好我們國家叫中華民國 對嘛 所以你如果出去國外參加這個會議 然後上面的這個牌子呢 把你寫中國新北市市長 The China New Taipei City Mayor 你會不會抗議 怎麼可以寫中國新北市市長 這個也想也知道這個不是我啊 對嘛 當然一定會有意見嘛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改成什麼樣適當的名稱最好 蛤 改成什麼樣適當的名稱最好 中華民國就是我們國家啊 那不是最好嗎 所以要改成中華民國的新北市市長 對不對 對阿 我們是對阿 就跟你講的阿 我就遵從你的意思阿 也是做中華民國的新北市議 一樣的道理嘛 那所以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個就是不同的國家嘛 對不對 中華民國本身就是一個國家 對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國家嘛 對不對 我們都尊重 我們是中華民國 對阿 我們旁邊有一個國家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1949年就成立了對不對 我們都尊重 我們是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才是最重要 阿對阿 我說旁邊有個國家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我們是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國家嘛 對 所以中華民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是一個國家 對 我們好好的保護我們的國家 所以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基本上就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國家 互不隸屬對不對 我們 只有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對阿 那世界上當然有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世界上很多國家 講講不完阿 你要去講講不完很多國家 美國也是一個國家嘛 對 英國也是一個國家嘛 對 那我現在是跟你講 因為我跟你講到現在 你連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個字 你都講不出來阿 不是我講不出來 你就幫我講了就好啦 沒有那我問你阿 我不用花那個時間去講阿 我們台灣海峽旁邊的那個大國叫什麼國家 阿你不是講了嗎 叫什麼國家 你不是講了嗎 叫什麼國家 你不是講了嗎 你講了就好啦 你講一次嘛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啦 阿旁邊那個國家叫什麼 其他的 你對我們有敵意軍機軍艦一直繞台的那個國家叫什麼 我們講阿 我們旁邊的國家很多啦 對 日本阿 韓國阿 菲律賓阿 都是國家 在侯市長的世界地圖裡面 只有中華民國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怎麼會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阿 有嘛對不對 對嘛 那你就對了嘛 所以我問到現在我花了四分鐘的時間 你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字講出來 普通常識我也不知道你這樣問什麼 對沒有阿 我問得很清楚阿 你這樣問我是不是中華民國新北市市長阿 阿我說奇怪怎麼會問這個問題 一然你平常不是這樣問我阿 所以我在想說你問何意阿 所以你就想一下三秒鐘 想說我是不是要什麼陷阱庭要害你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會害我啦 就是說你很少吃這麼簡單的考題說一加一等於二 我說奇怪這個嗜血老師怎麼會出這個問題 我要想一想嘛 一加一等於二看似很簡單 阿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個字 你也是花了四分鐘才講出來阿 我沒有你那麼聰明 沒有 我要跟你學一學 這個是常識 沒有沒有我要跟你學一學 所以蔡總統講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互不隸屬沒有錯嘛對不對 我們都尊重 對啊 尊重元首講的話 因為你剛剛講得很好 我們尊重總統說的話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對不對 中華民國我本來就是一個國家 阿所以你捍衛我們的國家 當然我們捍衛我們的國家 你的國名叫做中華民國對不對 我們捍衛中華民國 這個我在臉書已經寫得很清楚嘛 對阿所以 我這一生捍衛中華民國 因為我從當警察那一天 就沒有忘了出心 對 所以你跟我是不是也一樣 你自己查出身的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從一次生到現在捍衛中華民國 我當然也是捍衛中華民國 這一生是不是要保衛中華民國 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而且要確保中華民國 不受敵國的威脅武力的侵犯對不對 你願不願 對啊 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嘛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中華民國是國家 每一個國民有責任 團結在一起 捍衛中華民國 那我意思是說您是警察出身 對 除暴安良是一生的置業 對 除暴安良才能夠安居樂業嘛對不對 沒有錯 那如果呢 現在有這個敵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軍機軍艦不斷的擾台 是不是要大聲的抗議 是不是要大聲的抗議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國家 本身如果受到任何威脅 嗯 就像我當年當警察一樣 對 人民受到任何威脅 我一定用我的生命跟熱血 捍衛中華民國 好講得很好 保護我們台灣土地的人民 可以 但是你還是沒有回答我任題 如果 我已經回答了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機軍艦老台 你要怎麼樣的抗議 我們當然如果有國家侵害我們 國家 傷害我們的人民 保衛中華民國 捍衛台灣土地的人民 好 本來就是我 當警察一開始的初心 這個我都同意 難道你會跟我不一樣嗎 不是 那你市長 市長你沒有回答我問題 因為我剛有大聲的譴責 中國的軍機軍艦老台清台 那可是我還沒有聽到說 市長對於中國的軍機軍艦 清台老台有什麼任何大聲的抗議 可不可以大聲的講出來 我只有一個想法 不管哪一個國家 不是不管 現在世界各國都對台灣很友好 我們不用去 現在對台灣有敵的這個國家 就是中國 對任何國家 如果傷害中華民國 我都願意挺身而出 好 那軍機軍艦 中國軍機軍艦老台 算不算是 侵害中華民國 傷害中華民國 如果有任何要傷害中華民國 傷害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我一定站出來捍衛 好 我不是講如果 因為現在每天都有軍機 都一樣啦 每天都有軍機老台嘛 我對任何國家都一樣的態度 好那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我每一個國家 我的態度都是一樣 因為現在 我在這塊土地出生 世界上各國都對台灣很友好 只有一個國家叫做中國 只有他呢把飛彈對準台灣 只有他呢每天會派軍機來老台 其他國家不會 你剛才講的美國日本韓國其他國家都不會 只有中國會 所以呢這個也不是如果 這個是現在進行的事 所以我才會請市長說 現在已經有這個情形發生了 每天都有 那是不是就剛剛市長所講的 你要大聲的捍衛中華民國 那是不是大聲來譴責中國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台灣 中華民國 就是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就是我們的國家 身為這一塊土地的每一個分子 對 我們都有責任保護我們國家 這個原則我同意 同意就好了 對 那我意思是說你沒有回答我問題 是不是要大聲來譴責 軍機軍艦老台的這個中國 我都不允許哪一個國家 來挑釁我們中華民國 對 中國這樣算不算挑釁 如果 有任何國家來挑釁中華民國 我說這個 我都是 這不是如果 因為現在也是現在進行的事 每天都有軍機老台嘛 對不對 市長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謝謝你 每天都有軍機老台 謝謝你 只要有侵犯中華民國的 我還是一句話 這不是只有單一個 萬一還有其他的 我們都用同樣的帶度面對 好 那所以你的立場是跟我一樣 也是大聲譴責中國的軍機軍艦老台 我都跟所有人一樣捍衛中華民國 保護台灣人民 好 那我們剛才講了 市長是我們民選出來的 總統也是我們民選出來的 對不對 那 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要遵循台灣的人民的意志 這句話 對不對 中華民國是個國家 中華民國未來的前途 當然是我們2300萬人民的決定 對嘛 那當然是2300萬人民的決定 所以堅持中華民國台灣前途 必須遵循台灣人民的意志 遵循台灣2300萬人的意志 對不對 當然在我們這一塊土地的每一個人 都有權利也有責任 對 所以2300萬人決定台灣的前途 來為我們國家找到一個 能夠讓國家強盛的方法 這些都是由2300萬人民來做決定 所以不包含中國嘛 因為有些人講說 還要把中國的人一起算進來決定台灣前途 這樣對不對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就是台澎金嘛 對 所以台灣2300萬包含台澎金嘛 決定台灣的前途對不對 2300萬就包括台澎金嘛 沒有包含中國嘛對不對 本來就現在就沒有嘛 對嘛 中國怎麼可能來選我們的總統對不對 我們已經可以自己選總統 從剛剛我問到現在 我們大概有九成九是相同的 只有其中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我敢這邊大聲的 我就直接講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敵國 他每天軍機這樣擾台 我們大聲抗議 只有這一點呢 市長還沒有大聲的說出來 剩下最後十秒鐘的機會 應不應大聲的說出來 我只跟議員說得非常清楚 身為中華民國的每一個分子 大家要團結起來 然後 只要中華民國受到哪一個國家的任何挑釁 侵犯 侯友宜 絕對會用生命捍衛我們國家 保護我們台灣這塊土地人民的安全 這是我從當警察的第一天 到現在不變的初心 這樣有清楚嗎 有清楚 不過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因為現在唯一會侵犯台灣的國家 就是只有中國而已嘛 不是說任何其他的國家 任何其他國家都跟台灣很好 世事難料 國外處境世事難料 我們不要想到以後的事情 位置的事情 我就想現在進行的事就是中國嘛 對不對 我是講一個世事難料 任何哪一個國家 這個不是比你更廣義嗎 這包含中國對不對 只要有人要侵犯中華民國 傷害台灣人民 我秦前做那麼多 槍戰怕那麼多 就不在怕 怎麼在怕什麼 我用我的先 我經常被槍抵著頭都不怕呢 還怕誰啊 一起譴責中國的軍機軍艦老台好不好 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 好不好 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好不好 譴責中國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 對侵犯中華民國的任何國家 都絕對不允許 對中國對不對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行 好啊 不是只有一個國家而已 任何國家都不行 再問下去也是這樣的循環啊 不是啦 啊你就 我告訴你請測啊 我一個比較大的概念來 來包含所有的意見嘛 謝市長 謝市長 那個實在時間寶貴齁 不會啦 因為問這也不錯啊 我是很擔心啦 就是說 就是說你會被陷入一個就是說 你不敢對中國的這個共機喔 那騷擾台灣發表譴責喔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標題也不太好啦 所以我願意再給你30秒的時間 浪費我的這個寶貴時間 成全你啦 我認為這個部分喔 尤其你這個 是國民黨內的這個 這個閃耀的明星喔 我認為你應該要好好回答 我很怕你剛剛回答的喔 不清不楚 要依照剛剛這樣的邏輯聽起來齁 就是侯友宜齁齁 不願對共機擾台發出譴責嘛 這就是最簡單的 因為 你說全世界各國 全世界各國家 就只有中國對台灣會這樣子嗎 cannot come 未來不去說齁 未來事情要不去說齁 未來的事情不去說齁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 尚未 只要任何人 何信 甚麼國家 我不想跟你揪 我只是願意給你這樣一個機會 不要揪文 你就不要再問我了 我只是願意給你 因為你這個一定會 讓大家產生很大的誤解 因为你说未来事情很难讲 这个东西是不对 因为这是每天发生在台湾上面 对台湾人民造成很大威胁的事情 你不敢发表谴责 你不敢讲一句话 你对中国 连对中国的这个战绩 上来台湾你不敢讲一句话 你怎么会让我们相信说 你能够捍卫台湾呢 所以我觉得我愿意给你一个时间 再沉浸一次 还是你不愿意 你继续 我再讲一句话 当我枪战了几十场的时候 我都愿意生命守护台湾人民 用行动比用语言好 我对这一生 我就守护中华民国 我相信我已经经过了这么多的年代 经过这么多的枪战 看过这么多的生死 你愿意跟老大疫情这样做吗 你愿意吗 我愿意我今天担任民意代表 你做过吗 我今天担任民意代表 你做过吗 我都问你 因为我不是警察 你做过吗 我不是警察 大家会说的很多 用行动表示 我只告诉大家 任何国家 不可以伤害中华民国 你今天在这样的位置 然后你问我说 你做过吗 你做过吗 用这样来回避你 不敢对中国发表谴责的态度 我在这边 我坦白讲 我实在很看不起啊 什么叫我做过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只是没有机会啊 你可以去管别人吗 你怎么会没有机会 每个人都有机会 我们好好的 为中华民国安全守护 南非五官发生的时候 我就不在那个位置嘛 是不是 还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 当天也有很多机会 我当任民意代表 哪一件事情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为人民发胜 我面对你也是一种压力 开玩笑 面对你也是一种压力 你凭什么说 别人做不到 只有你做得到 不要来这一套吧 市长 你们有那么伟大吗 你如果这么伟大的话 为什么连 捍卫中华民国说 我们要谴责 共激绕台 这几句话 你讲不出来 我谴责 你怕得罪谁 我谴责任何的国家 你怕得罪谁吗 你怕得罪中国吗 我谴责任何国家 你凭什么执意我 你凭什么执意我 绝对不允许 绝对 选择任何国家 任何国家 就中国啦 现在就中国 对我们这样子啦 哪一个国家都不允许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都不敢谴责 你讲未来 哪一个国家 我都不允许 我跟你讲啊 你今天有这样的位置 我刚是好意 我很担心 李昆成一种门环 我来讲 外界解读可多了啦 没有关系啊 我是好意给你30秒 你还在说如果是你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如果是你 我比你更勇敢啊 你不用卖了这头啦 来 我不要浪费时间啊 你不是要再说吗 市长 我先请教你 你说 你身为新北市市长 坦白讲 这些年来 在新北市 大家有一个很关心的议题 就是说 核废料要怎么处理 核废料 核废料要怎么处理 包括之前的朱毅伦市长 当时啊 针对这个核废料的干事储存潮 我们坚持就是不愿意发给他这个建造 那请问现在这个干事储存潮 我们愿意发给他建造吗 干事储存潮 其实核废料问题 我还是特别跟议员报告 核废料本身 我当了11年 我一直希望中央 能够好好解决核废料 所谓的干事储存潮 只要核乎相关的法令规定 他把它修订好送来 照规定 所以我们干事储存潮现在没有办法给吗 我们招给他就会给他 我简单问一下 那我们认同说这个新北市继续储存这些核废料吗 那当然不认同啊 当然不认同嘛 对不对 我们不希望核废料放在新北市嘛 对啊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让核市重启呢 核废料的问题是中央要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干事储存潮 修改以后请他按照规定送过来 未来核市如果重启就产生更多核废料啊 你现在就觉得核废料不应该放在新北市 那为什么要让核市重启呢 市长 核市重启 核市现在就这样子啊 核市现在就这样子啊 对所以现在核市要重启啊 所以你有没有一个态度啊 你不要再说 未来啊 面对所有全世界各国的核能电厂 可能产生的灾害 我都一样的态度 你不要再来这头 未来面对全世界所有的核能电厂 我们都要共同去面对 我现在就问你核市 我现在就问你核市 这么清楚 核市就在新北市境内 你是新北市的大家长 你有没有本事说捍卫说我们不要重启核市 因为第一个核一核二本身就已经位在三角断层的断层带上 一个距离五公里一个距离七公里 核市同样也位在断层带的附近 台湾又是一个容易发生地震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连核费料都不要 为什么我们要重启核市 市长你告诉我 我还是特别跟议员报告 我很简单 逻辑很清楚 没有能力处理核费料就不要用核电 很好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重启核市 现在核市就这样子啊 核市就没有了 就停在那里了 现在你的学长朱立伦说要重启核市啊 他过去跟你讲也是一样啊 说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 没有核安我们都不同意 他也不同意啊 那请问你 为什么现在要重启核市 什么时候要开始重启核市 朱立伦已经宣誓他要重启核市啊 他要发动公投啊 这个部分我都尊重民意的决定 民意决定的一切 市长 你是我们的大家长 共激来的时候 你也没有意见 然后我们的新北市民 又受到核市的威胁的时候 你也说我们没有意见 那请问你 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又说你一定会捍卫新北市民 你会捍卫台湾人民 我们要相信 到底是哪一个核友宜啊 我相信很多的谴责的划分 人员是中央的政策 然后这个过程 中央很清楚就是不要核市嘛 但是现在你的你的师傅朱立伦 他就是要重启核市 那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你现在不能够说 哎 他是我政策的 我要尊重你 这不是这样看哦 这个是要看说你站在新北市长的位置 你有没有办法捍卫我们新北市人民的这个安全 很简单 我尊重民意 我守护我们 你尊重民意 所以你也看着核市重启 你都没有意见 这个不是要公投就由人民自己来做决定吗 那你要有主张啊 你是新北市市长啊 每一个人 你要有主张 你要强烈表达我们的想法啊 我的主张我再说一次哈 没有核安 没有核电 没有能力处理核味道 就不要用核电 所以你这么认识重启核市 我已经讲得很简单嘛 你没有能力处理核味料 就不要用核电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好 然后所有要不要重启一火 现在已经进到公投 尊重民意 尊重民意你也是一个意见领袖啊 你也可以发表意见啊 尤其你不是路人甲 你是新北市市长啊 那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啊 那你赞不赞成重启 真把核味料处理好吧 朱立伦朱市长 他要推动这样的一个核市公投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的看法 没有核安没有核电 所以嘛 市长你这样怎么捍卫新北市民 问到何能这种 大家都认为是 非常有生命威胁的事情 你身为一个大家长 说我没有意见 交给人民公投 问到共激来 共激来骚扰台湾 你说 这个我们对全世界各国的态度 都是一样 就只有 中国现在每天在绕台 也没有其他国家 那你这样的态度 市长 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子完全提不出一个主张 你怎么让人民可以信任说 你可以捍卫这个新北市民的安全 这个你放心好了 我做了四十年 我做了四十年 做了四十年 我一切尊重名利的选择 何事 那 当然到最后公投出来怎么样 我们当然尊重 但是你要先表态嘛 你是意见领袖 你的意见 也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想法跟看法 所以如果你身为一个大家长 新北市大家长 你也觉得无所谓啊 你们就去公投啊 我以给呢 那请问 你这样子有在捍卫新北市民吗 我已经表态了 讲得很清楚了 你没有表态啊 我刚刚讲不是没有核安就没有核建吗 重启何事你到底赞不赞成 这个讲得很清楚吗 我赞成尊重名义 赞成尊重名义 所以即使何事重启 你也觉得无所谓 我尊重名义 而且先把何卫料处理好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